初级主动运输直接使用ATP跨膜移动分子或离子 相反,二次主动运输利用一个分子或离子的电化学梯度中储存的能量来促进另一个分子或离子逆住该梯度的运输,离子跨膜 相反,二次主动运输利用一个分子或离子的电化学梯度中储存的能量来促进另一个分子或离子逆住该梯度的运输 初级主动转运是一种生物过程 利用ATP-30酸限干的能量使细胞逆住浓度梯度从低浓度区域向高浓度区域移动分子或离子 这个过程与被动传输相反 被动传输允许分子或离子在不使用能量的情况下沿住浓度梯度从高浓度区域移动到低浓度区域 初级主动运输对于营养吸收,荷尔蒙分泌和神经冲动传递等各种生理过程至关重要 初级主动运输直接使用ATP跨膜移动分子或离子 相反,二次主动运输利用一个分子或离子的电化学梯度中储存的能量来促进另一个分子或离子逆住该梯度的运输 初级主动转运是一种生物过程 利用ATP-30酸限干的能量使细胞逆住浓度梯度从低浓度区域向高浓度区域移动分子或离子 主动转运是一种生物过程 利用ATP-30酸限干的能量使细胞逆着浓度梯度将分子或离子从低浓度区域移动到高浓度区域 这个过程与被动传输相反 被动传输允许分子或离子在不使用能量的情况下 沿住浓度梯度从高浓度区域移动到低浓度区域 主动运输对于营养吸收 荷尔蒙分泌和神经冲动传递等各种生理过程至关重要 主动转运是一种生物过程 利用ATP-30酸限干的能量 使细胞逆着浓度梯度将分子或离子从低浓度区域移动到高浓度区域 这个过程与被动传输相反 被动传输允许分子或离子在不使用能量的情况下 沿住浓度梯度从高浓度区域移动到低浓度区域 主动运输对于营养吸收 荷尔蒙分泌和神经冲动传递等各种生理过程至关重要